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策略背景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大力推动工业和技术进步 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其领导地位 这包括大规模投资于半导体 人工智慧 5G技术以及电动汽车等领域 然而 这种投资并非没有风险 大规模的国家资本投入往往 伴随着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根据报道 这种策略类似于苏联在冷战期间的计划经济模式 苏联曾经也试图通过国家控制和大规模投资 来推动工业发展 但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和体制的瓦解 苏联的经验表明 过度依赖国家计划和控制 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 可能会带来长期的经济问题 此外 中国的工业策略还面临其他挑战 首先是全球市场的变化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 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中国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受到了影响 其次是技术自主化的挑战 尽管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 但在高端芯片和先进制造技术方面 依然依赖外部供应 这使得其工业基础脆弱 另外 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劳动力成本上升 内需市场增长乏力 这使得中国必须依赖出口来支撑其工业增长 然而 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这一策略的风险 面对这些挑战 中国政府需要重新考虑其工业政策 平衡国家投资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 国家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 促进公平竞争 鼓励创新 同时减少对国家补贴和行政干预的依赖 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避免重到苏联复彻 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总结来说 中国的工业帽显示一把双刃剑 既有可能带来技术和经济的飞跃 也可能因资源错配和市场失灵而陷入困境 未来中国能否成功 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在国家计划 和市场机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台湾在低轨卫星领域的最新发展 以及相关的商机和概念古布局 首先 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低轨卫星 根据卫星的高度不同 它们可以分为四种 高椅圆轨道卫星AGO 地球同步轨道卫星GEO 中地球轨道卫星MEO 以及我们今天的主角 低地球轨道卫星LEO 低轨卫星距离地表500-2000公里 主要应用于通讯、遥测、导航、气象、科学探索和国防 其中高达70%用于通讯 9%用于遥测 近年来 随着科技进步 低轨卫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例如 而乌战争期间 SpaceX提供的星链服务帮助维持了乌克兰的基本网路服务 显示了低轨卫星的重要性 此外 华为和苹果的最新产品也引入了卫星通讯功能 进一步推动了低轨卫星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低轨卫星这么火呢 主要有三个因素 首先 火箭在运成本的大幅降低 从1981年的每公斤85,216美元降至2020年的不到1000美元 其次 卫星技术的进步使得制造成本降低 且一台火箭能搭载更多卫星 例如 SpaceX的一台火箭能装载60颗卫星 最后全球太空技术龙头的准备 如Starlink OneWeb Teleset和Amazon的Project Cooper 都在加速布局低轨卫星市场 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投入420亿美元打造宽频网路基础设施 目标是到2030年让所有美国家庭都能快速上网 这进一步凸显了低轨卫星的商机 台湾政府也不甘示弱 宣布投入超过400亿元发展低轨卫星 计划在2026年发射第一颗自主研发的低轨通讯卫星 在企业方面 鸿海在2023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低轨卫星珍珠号 并宣布与微软合作 结合红白的制造能力和人梦 SpaceX的太空技术 推出一系列高品质 具有成本效益的运算产品 这些进展显示出台湾在低轨卫星领域的雄心壮志 此外 台湾的企业如金仁宝 加世达和红基等 也积极切入低轨卫星产业链 锁定地面设备与卫星服务市场 凭借其技术优势 台长有望在全球低轨卫星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总结来说 台湾在低轨卫星领域的发展前景广阔 无论是政府政策的支持 还是企业积极布局 都显示出这一市场的巨大潜力 未来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台湾企业 在全球低轨卫星市场中崛起 为全球通讯和科技进步做出贡献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则关于 3D列印技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重要应用的报道 我们知道 3D列印技术在各个产业中已经逐渐普及 特别是在航空航天领域 这项技术的应用更是引人注目 今天我们要报道的是 来自瑞士的SWIS 都12公司为美国著名的房屋与航天公司提供了 3D列印的天线溃送链 这在行业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项合作的背景 SWIS都12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3D列印技术的公司 其产品涵盖了从围坡到毫米坡平段的天线和坡岛器件 而则是全球领先的房屋和航天科技公司之一 其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于国防 航空航天和网络安全等领域 在这次合作中 SWIS都12利用其先进的3D列印技术 制造了一批高精度的天线溃送链 这些天线溃送链主要用于卫星通讯系统 能够在多种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 确保通讯的高效性和可靠性 SWIS都12的首席执行官Emile D.Rage表示 这次合作标志着3D列印技术 在高性能天线制造领域的右衣突破 通过3D列印技术 它们能够实现传统制造技术 无法达到的复杂结构和高精度 并且大幅缩短了生产周期 降低了成本 这些3D列印的天线溃送链具有许多优势 首先 它们的结构更加复杂 可以实现传统加工技术难以达到的设计 其次 这些天线溃送链的重量更轻 这对于卫星等需要严格控制重量的设备来说 尤为重要 此外 3D列印技术还能够大幅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生产效率 Northrop Grumman的高级副总裁 Tom Wilson也对这次合作表示了高度赞赏 他指出 SWIS-12的3D列印技术 不仅提高了天线溃送链的性能 还加速了产品的开发和部署 这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3D列印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可以预见这项技术将在更多领域得到应用 从航空航天到医疗设备 再到汽车制造 3D列印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而这次SWIS-12与Northrop Grumman的合作 也为3D列印技术在高性能天线制造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 总结来说 足以低列印技术的发展为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 SWIS-12与Northrop Grumman的合作 展示了3D列印技术在高精度 高性能原件制造中的巨大潜力 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这样的创新合作 推动产业的发展和变革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则关于工业自动化的重要报道 这篇文章来自Assembly Magazine 内容涉及Universal Robots与西门子的合作 这将对工业自动化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由澳机器人最近宣布 将整合标准机器人指令界面SRCI到西门子可编成逻辑控制器PLC中 这一举措旨在简化工业机器人与工厂自动化系统的整合 过程 提升生产效率 并降低企业在自动化方面的成本 我们知道 U-AU是全球协作机器人的领导者 其机器人以灵活性和异于编程著称 而西门子则是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巨头 其PLC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 两者的合作无疑是强强联手 将带来更多创新和便利 根据U-AU的说法 SRCI是一个开放的指令界面 允许用户通过西门子的PLC直接控制机器人 这意味着 企业可以在不需要额外专业知识的情况下 利用现有的西门子PLC基础设施来操作U-AU的机器人 实现机器人与其他自动化设备的无缝协作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无论是在汽车制造、电子装配 还是食品包装等领域 都能看到其潜力 SRCI的整合不仅提高了机器人的使用灵活性 还使得生产线的配置更加简单高效 进一步缩短了生产周期 U-AU的产品经理Anders Beck表示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与西门子合作 将SRCI引入其PLC系统 这一合作将大大简化机器人自动化系统的集成过程 使得更多的企业能够受益于 协作机器人的灵活性和高效性 另一方面 西门子自动化与数字化工厂部门的 高级副总裁Rainer Brandt也表示 通过与U-AU的合作 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具整合性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SRCI的引入将使我们的PLC系统 能够更轻松地与协作机器人互通 这对于提升生产效率和灵活性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SRCI的设计考虑到了用户的易用性 无需深厚的编程知识 用户只需简单的设置步骤 就能实现机器人的快速部署和操作 这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有利 因为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复杂的自动化系统集成 这次U-AU与西门子的合作 导致着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SRCI的推出将进一步推动协作机器人在各行各业的普及和应用 帮助企业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提升竞争力 总结来说 U-AU与西门子的这次合作不仅展示了协作机器人技术的前景 也为工业自动化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企业能够受益于这一创新技术 实现生产效率和灵活性的双重提升 那最后一则新闻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则关于电动卡车的最新消息 这篇文章来自Popular Sense 内容涉及沃尔沃最新推出的VNR电动卡车 这款卡车将为物流和运输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我们都知道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以及政策的推动 电动车成为了未来交通运输的主要发展方向 而在商用车领域 电动卡车的推广更是至关重要 沃尔沃近日推出的VNR电动卡车 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首先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VNR电动卡车的主要特点 根据沃尔沃的介绍 VNR电动卡车配备了最新的电池技术 续航里程达到275英里 这对于城市配送和短图物流来说 已经能够很好地满足需求 而且 该卡车的电池充电速度非常快 仅需70分钟就能充电至80% 这意味着即使在运输途中 也可以通过短暂的休息时间进行快速充电 从而不影响整体运输效率 VNR电动卡车在设计上 也充分考虑到了实用性和舒适性 驾驶室内部空间宽敞 配备了最新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可以大大减轻驾驶员的工作压力 提高行车安全性 同时 电动卡车的运行噪音极低 这不仅提升了驾驶员的驾驶体验 也减少了城市运输过程中的噪音污染 沃尔沃的这款电动卡车 还具有非常突出的环保性能 与传统柴油卡车相比 VNR电动卡车可以大幅减少二氧化碳 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排放 这对于改善空气质量 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一些环保要求严格的地区 电动卡车的推广应用 将会得到政策的强力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沃尔沃在推广VNR电动卡车的过程中 也在积极建设相关的充电基础设施 沃尔沃表示 他们将与多家能源供应商合作 在主要物流枢纽和运输路线上建设高效的充电站网络 确保电动卡车在行驶过程中 能够随时补充电能 保障运输的连续性和高效性 此外沃尔沃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售后服务计划 为购买VNR电动卡车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 这些服务计划包括定期维护、技术支持、故障排除等 确保电动卡车在运行过程中始终保持良好的性能状态 总的来说 沃尔沃VNR电动卡车的推出 标志着电动商用车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 这款卡车不仅在技术性能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也为物流和运输行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 随着更多电动卡车的投入使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物流运输将变得更加高效、环保和可持续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TCMIC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的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